好 大家好久不見啦 又是一陣子 其實也沒很久啦 感覺上以前比較常拍影片 最近比較忙比較小拍 就覺得好像比較沒有見到的感覺 只是感覺而已 其實沒有很久 好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小袋子 那這個小袋子呢 因為我做了信封式的袋子之後 有剩布 剩下的布覺得很可愛 因為這隻熊真的太可愛了 就超可愛的 所以我就想說來做個小袋子好了 那做了小袋子之後 因為我這個本來還有做一個藍色 只是藍色現在沒有在我手邊 沒有成品給大家先看一下 不過就是基本上我還有橘色的 就做給大家看囉 那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個那個 袋身的布料 那當然這個東西呢 就是說我們就是這樣摺過來而已 很簡單那為什麼還要分享呢 因為我怕你們想我 你知道嗎 好 其實就是來做做看 一個小袋子 那它有帶蓋 有側邊 然後可以裝蠻多東西的 那它的這個袋身呢 本身是這樣 那像這個圖案有方向性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剪布的時候不要 得病 你剪布的時候不要蓋子 一蓋過來剛好相反 這樣感覺好像有點怪怪的 所以你剪布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喔 好 先遮遮看 哪一邊是帶蓋 帶蓋下來的方向是哪一邊 記得看你的圖案 那我們的禮布呢 基本上是跟它一樣大 那因為呢 我現在比較不喜歡 把反口留在表布 看得到的這個輪廓的邊邊 所以我會在禮布做剪接 好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小小圓圓 很像水滴有沒有 的這個下面是弧度的這個側邊 那我們側邊的中央線 都要記得把它做好 然後來跟它接 這個的中央線也有做好 那我之後我會分享版型在後面那邊 讓你們大家去看那個中央線 也就是底 袋底中央線那個點 你就要跟側邊接 那因為我們做一個小袋子呢 它有點胖胖的 所以呢 我還是加了一個禮袋 反正有剪布你就拿來做禮袋 那所以我就做一個禮袋 那禮袋一樣要有表禮布 所以它其實就是很簡單 什麼東西都一樣一樣的 只是說 我們禮布的地方呢 你記得 版型雖然是一長條 你禮布記得要從那個 底部切開 這樣子懂嗎 所以它還蠻省布的 所以如果你買一尺布的話 你可以做一個新風袋 還可以做一個像這樣子的 立體小包包 那如果你想要裝靈潛的話呢 你禮袋的部分也可以做拉鍊 那因為我手邊沒拉鍊 那就算了 當然我們有時候就是做東西 就是看手邊有什麼就做什麼 要不然 欸 我就沒有拉鍊就沒辦法 好 我們先把禮袋呢 先把它車好 好 禮袋車好呢 我們就是上下車好 因為我今天換一個地方拍影片 所以這個架的那個位置 可能會不太一樣 可是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原本的工作室 現在堆滿了雜物 那個車子上現在都是東西 所以我沒有空去整理 就乾脆在另外這個地方拍 好 我們先把上下車好呢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禮袋 好 上下先車 車過去 這樣 然後呢 我們禮袋下面這裡呢 也是稍微啦 稍微給它那個上來一點點 我們之前講過好幾次 表布呢 多一點點 禮布少一點點 這樣等一下你翻到正面來的時候呢 你的表布才不會痛出來 痛出來看啦 好 就這樣 然後把多餘的縫分剪掉之後 我們就把它翻到正面來 這樣光線夠嗎 應該夠 因為我這邊 我覺得從螢幕上看 這邊會有一個投射燈很亮 你們盡量不要看這個地方 它是我們人生中的一道明燈 先不要看它 好 先看這邊 來 我們把上下呢 壓線 那剛剛我們講的喔 表布比較大一點 禮布比較小一點 就不會痛出去 禮布就不會 不用說這邊小心翼翼的在那邊推 那我們就是 把它車好 那就可以很簡單的把 漂亮的禮袋 把禮袋車得很漂亮 像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在 哪裡勒 放在我們的這個袋子上面 禮布的上面 那如果你禮袋 想要全部都是禮布的話 也可以啊 嗯 就是隨便你 看你要不要剪接 那 因為這個袋子呢 本身有一點點立體 所以呢 你的那個 這個禮袋呢 不要車的太下方 不要跟它緊接著 因為它下面是 有一個底 如果你禮袋 黏到下面去 其實沒意義的喔 就是說它那個 底的地方 你還是沒有辦法用 所以我們就是 以不超過 不超過那個 等一下跟它接的那個 厚度的那個 蓋子的那個高度為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是大概 上來1.5公分左右 我們就把袋子接好 欸我是要對著車 雄雄迷路 好來 我們車一個 因為我們 口袋要放東西喔 所以你上面不要車 上面車的 就只有裝飾作用而已 來我們就這樣把它車起來 那所以你這裡要做小拉鍊也可以喔 還是你要再做很多層的那種卡夾 當然也可以啊 所以禮袋的部分 隨個人發揮 好不好 其實表部也是隨個人發揮 哪有什麼東西不能隨個人發揮 就蓋這上的這上 對不對 好只是說 有時候你們沒有想到說 要這樣做的時候 可以先加減 參考一下 看人家怎麼做 不是說 一定非得要照人家怎麼做 好 好我們這樣就一個禮袋了 東西不會掉出去就好了 然後咧 接下來要幹嘛 接下來我們就把那個 禮布呢 先把它車在一起 那禮布車在一起呢 我這個 因為它袋子小小的 所以我希望它有一點挺度 拿起來比較不會很容易扁掉 所以呢 我就 會在裡面貼薄布襯 然後表布貼後布襯 禮布的地方我都一律有貼薄布襯 那我們車這一道的時候 車這個底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留一個板孔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從下面翻到正面來了 好 這裡有一個洞 這裡有一個洞 這樣 然後呢 啊 我上次說要剪指甲 上次說指甲很醜 說應該下次拍影片的時候要記得剪指甲 結果我又忘記了 前兩天搬東西來不小心把指甲折斷了 不要急急喔 真是氣死人 下次要記得 算了 不要緊 來 我們先把禮布呢 這個縫份先打開一下 車到最後的時候呢 我們在做那個 壓線的時候會比較好壓 稍微這樣把它順一順 等一下我們會比較 做到那邊 最後要壓線就比較好壓 那如果你覺得你用手不好壓 拿出錐子來 推一推 它就會 它就會在那邊 它就會比較好壓 正面 就比較不會痛出來 像這樣子 是不是就很漂亮了 嗚 你沒看我 這裡有一坑喔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從那邊弄 好接下來就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袋子的袋型呢 好 首先呢 如果我們袋子大的話 其實你的袋口跟你的袋底 一樣大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反正它已經大到那個程度 你沒有感覺 那如果你是小袋子的話 像我 你們應該很容易的看出 這裡有一個T型的感覺 微微往內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小袋子 如果你的口跟著這個下面的一樣大 東西很容易就掉出來 所以我們會做稍微有點縮口 所以版型呢 就會有一點這樣 微妙的這個斜度 就是有一個 我怎麼那麼愛講微妙 反正就是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它就會有一個斜斜的那個角度 就對了 那我們現在要來把側邊呢 跟它接在一起 那通常呢 我都是會直接剪牙口 因為 我覺得如果你畫記號線的話 有時候 你到另外 比如說我現在記號線畫了 結果我這一面我根本看不到 所以我還是覺得 剪個牙口會比較好 那我記得我的圖片 這個點我不知道有沒有記得標 如果忘記標的話 你們就把它合起來 這個點就是這個點 他們兩個是一樣高 等高 好 然後呢 我們就來開始車 現在呢 是早上10點多 我今天 因為那個 要整理家裡 要掃頭咖 要趕 我們家養一隻貓 要幫我們家貓換貓沙啊什麼的 所以我一大早就起來開始忙 忙到現在呢 就是終於有一點點空 趕快想說 趁著那個 小小空閒 拍個影片 跟大家問候一下 不然好久不見 我也是會想你們的 好 我們把縫份呢 稍微把它修得一樣寬之後 當然你們一開始在剪的時候 就可以剪好 只是我都隨便剪 所以就沒有剪得很好 你們就要記得 先把這個 中央線呢 先都把它剪好 等一下就不用 車好多次 這個帶型 你要放大也可以喔 你就按照那個比例 還是按照你喜歡的感覺 去把它放大 這樣知道嗎 好 之後呢 我們把中央線都做出來之後呢 就是把對著剪一個牙口 就可以了 我們就開始車 那開始車的話呢 當然就是說 你要從這樣子去對 從這邊這樣車過來也可以 當然你也可以從這一面 車過來 那就是看你的習慣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角膠邊邊的地方 先對準好 那要怎麼對呢 就是用珠針 你直接用珠針 插這個角膠的部分 然後另外這一邊 也是對準角膠的地方 然後把它 別起來就好 像我後面縫份就比較大 旁邊就不一樣長 那你們就可以好好的剪好 你們覺得說 欸這樣感覺怕怕的 你們就每一個都留 0.7到1公分 甚至0.5到0.7都可以 就是看你的習慣 然後呢我們就開始來車一圈 車到這個弧度的時候 會有點難車沒有 不要怕 把下面的布 先稍微壓著 把這一塊布稍微立起來 就是不要貼著 你貼著的時候就很難車 你稍微立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 稍微你用那個大拇指 撐在這個上面 讓它稍微立起來 你就會比較好車 可是你不能用力拉喔 你用力拉它會變形 你只是稍微把它立起來 讓它這個接觸面呢 只有這一點 這樣你就會比較好車一點點 好 像這樣把它立起來 然後呢 我們就會車到這個 這個什麼 中央線 剛好可以貼緊 你有沒有看到把它立起來 好 那你車到這個程度 它不立起來 自己也會立起來 只是一開始 你要幫它一下 它是扶得起的 阿斗 不是扶不起喔 所以我們就這樣 慢慢的車 然後車到哪裡呢 車到我們剛剛 有做記號的這個點 這樣子 車到這個點 然後慢慢的 車 那你要轉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一次 車得很漂亮 你要轉的時候 就把針插在底下 然後再來轉它 這樣你就不會 車得歪去 好 我們車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事呢 注意的就是 我們不要一直往上車 我們要車到這個點就好 不要一直往上車喔 不要太嗨了 我車得好漂亮喔 就一直往上車 千萬不要 然後呢 我們把竹針拿起來之後 車到這個點 好 就好了 好 那我們車完之後呢 它就是到這個點為止 這裡就不要車到 好 然後 剛剛這個縫分有點太大 把它先剪起來 像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美麗的側邊 好 有沒有看到 這樣這個角角呢 這個弧度 你看就漂亮當當有沒有 好 就很漂亮 好那當然呢 剛剛那個慢動作的解釋完了 現在就是趕快把它扯一扯明的 這個 我等一下要趕去上班了 不是不用上班了 好 不用上班了 該多好 每天我就在車這個就好 不可能的事情 要吃飯 要賺錢吃飯 好 我們就這樣 這個我就快速車過去了 那當然呢 也不快速也不行啦 因為我還有禮布要車 禮布也是一樣 我們每一個都是這樣子 把它 車過來 那當然你一開始騎針的時候 這裡要記得 也要留 不要車到 剛剛那邊沒車到 這裡也不能車到喔 然後 可是到這裡呢 你就可以放心大膽把它車過去了 好 這樣子 然後把多一個線剪掉 這樣一個基本的袋型呢 就出來了 然後現在就要來車禮布 還要呼一口氣有沒有 假裝 假裝好像自己很那個 車得很累的樣子 其實還好這個不會很難車 它只是小小的 可是因為它小小 就是因為它小小的很可愛 所以一樣喔 這個就不用畫中央線了 因為你的底 這個接線這裡就是中央線 然後就把它這樣子 有點立起來 剛剛說過了 有點立起來 要轉的時候 針朝下 再說一次 一片要說230次 我現在已經講了第三次了 好 只要要轉的時候 因為它這裡很小 弧度卻很大 所以你大概車兩針就會停一下 車兩針會停一下 這是很正常的 不要覺得說 我技術開這麼壞 沒有喔 因為這很正常 它就是 車個幾針 你就是要停一下 然後轉過來之後 你才有辦法繼續車 那如果你覺得說 你的製品沒有製得很好 你可以在下面的地方 稍微吃針一下 或是說 不小心把這一片製得太長的話 兩邊平均少一點點把它剪掉 也可以 就是說 這個沒有什麼一定要車怎樣 就是 你愛車怎樣就車怎樣 其實 其實愛車怎樣 這件 這句話我已經講過很久了 大家都說 我一個經典的那個 很經典的台詞 叫做 政府沒有規定你怎麼車 政府也沒有規定你 要做什麼尺寸 所以我們做東西不要太過於嚴肅 或是太拘泥於尺寸 尺寸 這邊是 我換了一個新的那個 那個支架去 去架著拍它 所以 我現在也不知道它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所以萬一 萬一影片如果沒有很清楚 不要抱怨 不要念我 我也是在試著做做看 如果清楚的話 就 就當然很好 不清楚的話 我看完影片之後 我再改進 好 然後呢現在我們兩個 袋型都做完了之後 我們 如果你不喜歡車禮布的人 其實你也可以滾邊 那如果 當然是有做禮布比較漂亮 我們就先把這個 翻到正面來 之後 把它塞到這個裡面去 我們要來準備 讓他們兩個 結合在一起啦 你們一輩子要在一起啦 好 然後把它放進去呢 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地方呢 放進去當然沒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點 也就是剛剛的縫直點 這個叫做縫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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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縫直點呢 那個點 兩個縫直點必須要在一起 兩個縫直點 愛遮會喔 所以呢你 你用珠針呢 就可以很輕易的找到 縫直點 把那兩個針 兩個縫直點 串在一起之後 讓針垂直 之後別起來 這樣你的那個點 就不會跑掉 再說一次喔 縫直點 這個縫直點 跟剛剛 表部的那個縫直點 車道那邊 停止了 就叫縫直點了 其實就是很白話 講縫直點 聽起來就很厲害 有沒有 其實就是 你車到那邊停起來 就是縫直點 我們把它別起來 等一下呢 我們要怎麼稱呢 測一個這個 帶蓋的這個 U字型 然後再車一圈 袋口的這個地方 然後翻到這邊 其實就完成了 只是就是 這個袋子呢 我覺得它簡單可愛 然後又 又怎樣 欸 又怎樣 又很實用 我跟你講我沒有什麼形容詞 我每次講的都是那些話 不過事實上 簡單可愛實用就很厲害 不然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呢 就從這個縫直點開始車 然後呢 紅字點的地方 記得一定要回針 我們要來回車一下 才不會從那個地方裂開 車得很辛苦 這個裂開你就很不準 好再來要注意的是 我們的這個禮布呢 記得 可以的話 讓它多出一點點 然後就稍微吃針 欸也不用吃針啦 就是一點點吃針就好 然後把它們慢慢的 車在一起 像這樣 那到弧度的地方一樣喔 要那個喔 手 手快 腳慢的 把它車過來 然後到這個縫直點 又要回針 好這樣子 那回完針之後呢 我們就要 欸我怎麼覺得我快歪歪的啊 你們有沒有覺得它歪歪的啊 下面那邊歪掉了 嚇一跳 我想說奇怪車起來怎麼歪歪的 然後這地方等一下我們再來剪牙口 接下來呢 那個縫直點完之後 再從這個縫直點 測一個直線到另外一邊去 喔 判算過年 來 我們來一把 Come on 從這個縫直點 繼續來測這個帶口 那你測這個地方呢 因為這個布料是橫布喔 這個帶口的地方是橫布 你不要用力拉 你就是保持平常心 慢慢的車過去就好 像這樣慢慢的車過去 然後我們再車到 那你當然它很小啊 你會用力拉 你就是保持平常心 慢慢的車過去就好 像這樣慢慢的車過去 然後我們再車到 那你當然它很小啊 你會用力拉 你會覺得不是很好車 所以你也不用一堆別針 你就車到那邊把它轉過來 車到那邊轉過來 這樣你就會比較好車囉 好 然後我們就慢慢的把它車過來 到縫直點的地方回針 好棒棒喔 吃完咧 來我們剪牙口喔 剪牙口呢 像這有弧度的地方喔 我們就是把它剪成三角形 讓它縫份不會在裡面擠住 好 其實這個算是一個基本概念啦 如果你有在看我的這個 那個拍的那個教學影片的話 其實每次說教學影片 我都蠻不好意思的 我就是一直自己在這邊講話 我只是覺得說 剛好我會 然後就分享給大家 也沒有 我也不是什麼老師還是什麼的 就是剛好會做 大家一起分享 教學相長 對不對 好 我們把牙口剪完之後 你看破破爛爛的也沒關係喔 反正它等一下它會自然的藏在裡面 你看咖咖咖很有個性 有沒有 這是走一個自然粗曠的那個 風格 好 我們就從口袋拍一張這個地方 把它挖出來 那你挖出來 你馬上看到表部 你很高興 你不要這樣挖 你挖不出來 你一定要怎樣 以前也是講過囉 從最頂端那個地方 開始 往外 往內 塞 你不要看到就亂拉 亂拉的話 第一就是說 你拉出來很容易做做的 第二就是 有時候你會把布秤 也給拉開來 或是帶型 整個就是 本來你剛剛有好好維持住的那些地方 沒有拉伸到的地方 不小心被你拉伸了 那如果你覺得不太好翻的話 你的反口就留大一點 像我現在就覺得我剛剛為什麼翻口不留大一點 可是其實都翻得過來 只是說 心平氣合很重要 如果你心平氣合的話 你就會覺得 慢慢的翻就翻過來 那像我現在我覺得我急著要去上班 比較快 你就會說 你趕快把我翻過來 這樣 對不對 人就是這樣 好 我們這樣翻過來之後呢 先檢查一下有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你也可以在這個反口還沒有車起來之前呢 先把手弄進去這個 袋蓋的那個弧度的地方 先把這個 邊邊弧度先把它推好 手指頭進去先把它推好 那你當然也可以在表部這個地方 我跟你們講 就是 你就像這樣子 前前後後 這樣子給它揉一揉 它的那個 剛剛被我剪得醜醜的那些牙孔呢 它就會自然的歸位 在那個地方 你看兩邊的弧度就不會太 就不會太看 有沒有像這樣子 你就給它 這樣子搓一搓 揉一揉 讓它那個縫份呢 自己好好的 待回到自己的 該去的地方 好 這樣子之後呢 這米頭多仔喔 這是 我們現在要來車 這個 底下的部分 如果你不想要 有一條車線 你也可以長針縫 突然想咳嗽 因為我剛剛吃 那個今天自己烤花生土 花生醬吐司 花生醬吐司 有一點乾了 早的時候我就喝個 琵琶糕 哈哈 讓我的聲音更甜美一點 算了 我的聲音如果太甜美 應該 突然大家就不認得 光這是配音嗎 好 我們現在呢 剛剛因為我們有稍微壓過 記不記得我剛剛不是在那邊壓嗎 所以它現在不會 不會很爆 有時候 你沒有好好 沒有稍微壓一下 它這時候 它就很狂野的在外面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把它折進去之後 折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車好了 好 那如果你想長針縫的人 就去長針縫 好 那車0.1其實看不太出來 因為它剛好在帶底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把它翻到裡面來 把裡部放到底 哇 外面在吵什麼 突然聽到外面有人講 講話很大聲 好 我們到這個邊邊的地方呢 也是稍微這樣子把它推一推 像這樣子 給它稍微推一推 它就會好 那如果你有熨斗 最好 不過我們這個推的工作 是為了什麼呢 是要讓這個縫份呢 不要擠在中間 有些人車一車 這個邊緣線 都不是在最邊邊 都是擠在中間 不要這樣 我們盡量把它推出來 你可以先稍微 讓裡部痛出來之後 再把裡部推進去 這樣子你的這個邊緣線 就會在最上面 所以我們就會像這樣子 它就會自然的 跑到裡面去了 你的邊緣線就會在這裡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很可愛的袋子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剩下壓線了 那如果當然你不要壓線的人呢 其實你燙一燙你就可以用 那我的話 我是比較喜歡壓一條線 看起來比較工整 其實就是懶得燙 你們懂 好 那我們要壓線呢 從這樣子壓不好壓 因為我們要從布料的正面壓 所以呢 我們就要把它再翻到裡面來 然後從裡面壓線 那我們壓線呢 也是從正面壓線 就是要這樣翻 你這樣才能繞一圈 那我們一樣喔 從這個邊邊 比較沒有人看的地方 一個隱密的地方 開始壓 好 那這個弧度的地方呢 記得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不太好用 沒有先燙過 不太好用的話 覺得不漂亮 你就先去整燙一下 那一樣 這個袋子不大 弧度比較大 我們的蒸目不要調的過大 免得跑太快 有沒有 一下子就 就車出去 就沒有那麼好看 可是我跟你講喔 你那個針腳也不要太密 喔 密到那個 有些人0.01公分就一針有沒有 沒有 0.01公分 反正超密的有沒有 就密密麻麻 欸你不覺得你那個 萬一你車錯你很想哭嗎 因為根本難猜 最主要是喔 看起來不太大 所以有時候沒有必要的話 針目還是不要過於密集 其實我覺得那個 作品看起來會比較大方 欸 到這個角度的時候 記得要把針插回去 我剛剛差一點跑掉 那到這個 邊邊的地方一樣 要稍微 像我剛才那樣 推推 我們把裡布呢 往下推 然後就不會痛出來 所以剛剛的整形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現在就會好車很多 那一樣你在車的時候 不要用力拉喔 你只是往這邊拉 你不是往這邊拉 我們現在是布料跟裡布 是往這邊把它整理好 不是往直的拉 你一拉 它就會嘻嘻 就不好看 嘻嘻聽得懂嗎 就是 就是有點這樣子 嘻嘻的 國語要怎麼講啊 就是有點這樣 被擴張開來的感覺 就不好看 好 好 車到這裡呢 角度翻過來 一樣 回個針 好 那我們這個袋子呢 因為它小小的 然後 然後呢 小小的這樣子對不對 它的邊邊有厚度 下面比較好放東西 你的容量才大 可是這樣子的袋口呢 我們又覺得有點太大 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在側邊的這個地方 兩條線 這兩條接線把它對好 之後呢 我們把布料 先用手指頭 先把它這樣子整理好 有沒有看到 讓它緊貼之後 兩條線對好 這條線去對好 那條線 看一下對好之後 然後我們從這裡 測一個大約 0.5 然後1.5公分的 這樣一個小斜線 一個 有沒有指跟別 來 我們呢 把它對好之後 像這樣對好之後 好 這條線跟這條線對好之後 我們測一個 一點 這裡大約0.5 然後這裡大約1.5公分 這邊的一個小斜線 這樣慢慢的收過來 這樣子的話呢 等一下你們 我放到正面 你們就知道了 重新 要把它貼緊 你這兩個要貼緊 再把它對好 所以你手指頭 要把它摳進去 然後把它車起來 那你可以1.5到2公分 當然都可以 就隨你變 我發現大概2公分 其實大概1.8公分 那邊 你也不一定要把它車到三角形 不用 你就是稍微這樣 給它抓一個邊 一樣 這邊一樣 把它對好 我們把手指頭伸進去 讓布料跟裡布貼好 好 貼好 然後呢 把它對好 然後一樣再車一個 一條一截 不要車到自己的手 不要太專心看影片 然後就車到自己的手 就車一個小斜線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 你看裡布很可愛 我們再把它翻到正面來 好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車的這個小斜線之後 它的袋口呢 就往內縮 我們等一下大概 蓋起來呢 你看 兩邊的縫隙才不會太大 是不是就變得很可愛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 這個你可以做釘扣 你也可以用魔鬼沾 你當然也可以用那個磁扣 就把它扣住 那打開的話呢 裡面是一個小小的小袋子 好 然後呢 可以放很多東西 其實你開玩笑 這個放個10萬塊 真的是沒問題 你也可以拿來當 放那個 我們不是都有很多卡片嗎 專門放卡片的這個卡夾 那你也可以放鑰匙 出門就是一個鑰匙包 那如果要當鑰匙包也可以 你旁邊可以加那個D型環 你就可以掛在手上啦 然後就拿著 你看這塊布真的有夠可愛的 然後我們要把它整趟一下 就會變得美美的喔 所以呢 你喜歡的人呢 其實你可以參考後面的版型 自己做一個 所以很可愛很可愛的這個 隨身小包 那你要放大也可以囉 所以簡單又好看 又可愛 又實用 跟我一樣可愛的小袋子 然後講一講沒有人要做 好就是這樣子啦 喜歡的人自己做一個吧 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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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